什么美食你早到也没吃过 不知道 我不知道 吃过吗 没有 不然没有 现在很多当代年轻人是不知道的 这个我以前听说过 但是也后出竟然很早传报 师傅还有绝活表演 下面才是真正赶是刀工的时候了 天呐 这可以说是一个吃货的极致幸福了吧 怎么样 观众朋友 您看了心动不 福利时间到了 这一溜过去带个拐弯 全都是烧烤架子对吧 对 找黄鱼是吗 黄花鱼 黄花鱼 还有烤饺子 货真价值烤饺子是什么馅的 那个猪肉馅的 开放式的操作间一目了然 橱柜里食材的队伍排得整整齐齐 数不清楚有多少品种 对于这家开了十年的烧烤店 品种花样多 是吸引老师家经常来的秘密杀手锏 您好 您是就自个儿吗 你们一起的啊 没有 就你们仨呀 这桌子旁边是他的 哦我看着这边全是素的 啊 对 没名言是素的 男言是素的 不是我确认一下就你们仨吗 外面还有人呢 天哪 我们就这三人 这一桌子过去 没事做得吃吧 真的啊 免费的 门口我们外的还有40号人呢 可以 可以啊 哎呦那现在进来吧 刚一进门就被这一大桌子的烤串镇住 光知道这儿的品种多 可是没有想到食客也如此爱吃 样样都来点 我这边看起来很重口的样子 那您觉得他们家的品种 怎么样 呃品种挺多的 还有好多没点 这点了很少也不会 应该我看的菜单应该 应该几十种吧 几十种荤的素的加在一起 对 来看看哈 虾肠几种 一种 两种 三种 四种 五种 六种 七种 八种 九种 十种 十一种 这啥呀 是牛 大肠 青椒大肠 你尝一下吧 我顺着 又想试菜呢是吧 西洋那边 特别 还青椒蛮脆的 这个说句实话还真没有什么那种重口味的感觉 就青椒会很脆 然后呢 带一些那种鲜辣的感觉 然后呢 这个大肠在里面还是那种筋筋的 有嚼劲的那种 但是没有那种特别怪异的那个味道 这家烧烤店中羊肉大串大腰子 不再是主场 清新气质的花样烤串 也逐渐赢得不少吃货的青睐 就像这款青椒大肠 换换吃法混搭一下 偶尔也能有惊喜 基本你可以吃得到 天上飞的 水里油的 底上好的 都会有 这个呢 天上飞的 烤的金黄色的鸡翅 排排坐 皮肉间撕扯开的油润 再一次勾引到了食欲 烤全吃的个头不小 在这里成为了女士小朋友的最爱 这样一家十年的老店 没点新鲜感怎么能行呢 花样烧烤的第三样呢 就是这里的烤猪腰 脉香虽说有点丑 但吃起来啥感觉呢 腰子呢 吃完了 吃完了 腰起来的话 稍微有点劲道 但是又不是说太难咬 感觉有点那种板筋的感觉 但是又没有板筋那么难咬 还是挺喜欢的 还是挺喜欢的 能接受啊 可以接受 我说一句话 来这个店 他们店的生意好都好在 服务员和老板 没有时间就给你推荐特家菜 你今天说那个猪腰子 要不然你说我还真 测诞都没看过 是吗 所以今天肥虎这个 小花香去尝一下 是吗 就看这个 接受你的大脸 孩子能不能让我们尝一下 老爷 现场给他纳点猪腰子 尝尝 传统的大腰子 内腰外腰 说的都是羊腰子 这猪腰子 大多出现在传菜当中 我也是突然发现 它这个腰子是双层的 很没事 是吗 嗯 腰子不是双层的 不是 腰子谁说是双层的 都是一片一层的 这个腰子我知道 我其实到哪都喜欢吃 这个腰子吃的 让我感觉到 它实力是新鲜的腰子 而不是冻的 这个是很嫩很新鲜的 嗯 而且就你说的 它这个双层腰子 它这个肉料呀 筋味呀都比较透 就像烤羊腰来说吧 它那外面就是 最多外面方面自然 有点味道 里面吃的完全是 没有味道的 人家这个双面腰 整个 双面腰 我心里面双双面腰 整个里外 都是很焦很有味道的 嗯 它吃起来哈 就跟我们比较吃那个什么炒腰花啊 爆腰花啊 有那个味道啊 就是这个 猪腰子特有的那种 香气你知道吗 但是在口感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那个腰花的我们可能吃得比较嫩一些 但是这个呢 你吃起来的时候 锐的一些嚼劲 而且呢 它这个味道啊 是那种甘香味的 毕竟它是在火上烤过的嘛 烤猪腰看着是双层的 时刻还给它取了个有趣的名字叫双面腰 但是和后竹的师傅打听了才知道 其实叠在一起的呢 一片是猪腰 而另一片是五花猪肉片 这样搭配烤熟五花肉的肥油 烤出的油脂包裹着腰片 吃起来就不会很干 也更有嚼头 这边呢就可以过足一点 这一站的花样烧烤的地址呢 大家伙可记好了 郑州是原田路与文牢路交渣口东南角 韩师傅十年烧烤老店 哇 这我做满了人啊 进来都先选鱼啊 还有生鱼 鱿鱼和青江鱼 鱿鱼那就是普通的鱼 只是有点乱刺而已 然后青江鱼呢 鱼肉比较肥美一点 蒸鱼呢 口感比较筋道的鱼 推荐剩鱼比较好一点 口味我们有四种 点哪里最高的 麻辣酸菜 一进门就先点鱼 都是现在先吃新鲜的活鱼 口味有四种 麻辣 酸菜 椒麻和番茄 还可以点鸳鸯锅 鱼丛看着活蹦乱跳 到上桌很快 如果你来的时候正好有位置 十五分钟就可以吃上了 我们的上啊 这辣椒是不是我们可以带走 可以 而且可以打碎袋子 鸭 吃面条 炒菜 都是可以用的 好大一盆啊 而且啊 离这么远 那个麻辣那个味道 直铺鼻子特别的香 以前吃的鱼火锅里边 下边有芹菜 有磨鱼丝是不是 就是感觉锅里边 老两下没鱼了 它这个就很实在 全部都是鱼 没有别的配菜 你看这个鱼片都很大 鱼片感觉都很薄 你看这薄到像一片肥牛卷 因为我们要的这个是生鱼 没有很多乱刺 所以一片下 全部都是鱼肉 也不用吐刺了 特别方便 挺活了 厚薄我觉得适中吧 它不能算是特别厚 也不能算是特别薄 太薄的话你召不起来嘛 没怎么煮的就烂了 太厚的话那就是不入味嘛 这鱼很嫩 切的也很薄 看这个架势应该是手工的 但是感觉切出来的 这个厚薄的程度 其实像机器的 鱼火锅最大的魅力 除了吃现杂的新鲜 最重要的就是无所顾忌 大口吃鱼肉了吧 鱼刺的多少 取决于鱼的种类 但无论是什么品种的鱼 店家都可以 一种很薄的形式出现 鱼肉越薄 越容易进入汤汁 也就容易刺激味蕾 让人越吃越想吃 能把柔软的鱼肉 这么完整地片出来 端上餐桌 这究竟是机器的功劳 还是手上的功力呢 载完鱼之后 我们要一遍一遍地 对鱼的内脏进行冲洗 然后我们是骗 骗成讲究的就是弓 下面才是真正 载石刀弓的时候了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我们的鱼每一片 都要一刀下 如果鱼片不是一刀下的话 它就会薄厚不均 透亮啊 看到了吗 透到可以看字 那你们这个片鱼片 有没有这个数量的讲究 有啊 一般四斤多的话 我们会选择片鱼片 在90到100片 因为我们这个鱼片 不仅有厚薄 也讲究大小 也讲究它出锅时候的 形状 一条活鱼进入到厨房后 需要好几道工序 才能片成我们看到的鱼片 鱼肉太厚 不好吃 太薄又容易碎 这其中的分寸 全凭师傅多年的经验和手感 我们看到那个片成这么薄的 在这个锅里煮过炒过 到现在上锅 没有一片鱼肉是散的 它这个鱼肉比较结实 还是比较滑嫩的吧 也挺Q弹的 挺筋豆的 倒起来第一它不会散 第二的话 入口的话 它能整个一张的话都入口 所以说相对来说 口感还比较不错的 对 而且非常入味 我就比较好奇的是 它们怎么能够 把这么大的一片炒得不烂 而且非常完整 鱼片非常入味 这个问题呢 就在于我们的腌制上 腌制分两个步骤 一在于用浓度的盐进行清洗 让盐味完全把里面的粘液 还有血腥味全部洗出来 让鱼洗到嫩滑亮的程度 看它洗过的鱼 要变得更滑更亮 更亮一点了 更有润泽感 接下来是我们的腌制 看到浓度味全靠腌制 是吧 这是在麻 麻 麻鱼 这样好上劲 来吃肉喷井 鱼肉绝对是主角 在经历了师傅们 各种绝活手艺后 才能达到入锅的要求 但是只有好吃的鱼肉 还完全不够 毕竟锅底也是正头戏 点了个香辣锅 然后自己加的酸菜 蕃茄跟麻辣都可以 每次来都点了这两个味 蕃茄味确实酸甜口的 就是一点都不腻 这相对来说还比较顺口的 今天要了一个是蕃茄的 这个焦麻的 麻味的话口味比较重一些 可能比较适合一些年轻人来吃 像蕃茄的话 比如说老年人或者是胃不是很好的 或者有宝宝在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蕃茄的 我看宝宝这蕃茄汁都焦到米饭上了 对对对 我们家小孩其实特别爱吃这个 他用蕃茄汁焦到米饭上呗 然后都用吃可多 这种算是网红吃法了吧 就是那个 海底捞捞就有一种吃法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焦麻味的 辣椒可以 但是麻椒味道非常不错 一般那种直辣不一样 我们点这两个味道是点单率最高的 但是也都是辣的 然后这个麻辣就特别的香 但是我觉得这个辣的程度还好 是香辣些的 如果是不太能吃辣的人 我觉得也是能够适应的 四种口味的选择 也不会让你吃起来觉得单一 不过说起来底料 老板说他们家的可不一样 我们的料都是熬制的 现在大多市面上的料都是选择炒制 熬制的呢 要更香更鲜 炒制的料呢 烟熏味火料味会比较大 我们用葱 姜 蒜 芹菜 先热油 让油达到一定的高温的时候 然后会下我们的配料 看这个大锅 每次都会熬一百多斤 很手工搅制 从开始油烧起来 到最后一共需要多久啊 一共需要一小时四十五分钟 熬到时间久了 它的水分会被炸干 熬到时间短了 香味出不来 这样搅一个多小时啊 对啊 中间不能停吗 不能停 停了就会粘锅糊锅 会有糊锅的味道 所以看到这个胳膊上的 腱子中了 不用健身 熬了熬出来的 看到这儿 您是不是也想来感受一下呢 没错 我们要送第一波福利啦 第一波福利要送出来 送的是五十份榨汁 二十块钱的锅底 那我们这里啊 提个小的问题就是 我们刚才选的鱼 是什么品种呢 三选一 把正确答案发送到 香味食的微信公众号上 前五十名就可以获得啦 没抢到的朋友不要着急 稍后还有第二波福利送出 其实热喷井对于许多八零后来说 似乎是小时候的产物 长大之后也很少见到吃到了 今天来到的这家店 据说已经开了十一年 也让很多食客颇有回忆 这是家老店了吧 很多年了 第一次来这五六年前 想吃鱼了就过来 我们是忠实粉丝 经常来吃的 一周一次 七八年了吧 从刚开始开业 然后我都经常在这吃 其他的时候都已经在这吃 带着孩子来吃 许多来到这里的食客表示 都是在这里吃了很多年了 味道没变 回忆也都还在 美食不仅仅是一种手艺 更是一种传承 大概就是这种不变的味道 才能留住这么多客人十多年吧 如果你也想来品尝 准备好手机 广告之后 我们还有另一波福利送出 欢迎回到香香美食 我们第二波福利要送出了 送出的是五十份的一斤鱼票 所有的鱼都是任选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 设计一个小小的问题 问题就是 我们今天点的锅 口味是哪两种呢 把答案发送到香香美食的 微信公众号上 前五十名就可以抢到了 那这家店的地址 你也记好了 郑州市 广城街商城路交叉口 向南三百米路西 新一代热盆景 走 老板 你说那个好吃的了 来了来了 就这个 啊 这啥呀 这好吃的啊 绝对好吃 你尝一尝 尝一尝 这会要人命的 味足不足 嗯 这味好熟啊 什么这是 麻椒鸡 哦对对对对对 是吧 所以今天可以吃到麻椒鸡 对不对 在家就能救麻椒鸡 只要学会了这碗料 就它 对 这麻椒鸡在家能做得好吗 那种鸡肉嫩嫩又不吃嚼嚼的口感 还有麻麻辣辣恰到好处的滋味 这在家能搞定啊 嘉宾说只要掌握了今天的几个关键点 想做的不好吃都难 首先也是凉水下锅 哎你今天选的这个是 鸡腿 鸡腿 哦 那我看有的是不是在饭店里吃的就是整只鸡 那个不太好操作 所以我不说家庭反而更简易更好吃 我们就首选就是鸡腿 肉厚 选好吃的鸡腿 对 来我们先凉水进入锅中 然后呢 先煮啊 对要煮 加入这个葱圈 我们今天用的是小葱 也可以选择用大的那个葱 打个葱节 对 然后加入八角 生姜片 同时我们再倒入料酒 让它去腥 而且提个鲜 大概是中火 煮15分钟左右 导演 这一整个鸡腿都放进去 煮上15分钟 恐怕煮不熟吧 而且还是用中火煮 这嘉宾是不是搞错了 一开始我也有这个顾虑 但是嘉宾说 要想鸡子的口感鲜嫩 煮至15分钟之后 还需要一步非常关键的操作 那么现在已经到15分钟了 我们可以关火了 好 那现在是不是就可以把鸡子捞出来了 可不敢 会半生的 会半生的 你要吃八成熟了吗 那为啥不煮熟呢 会烂掉 它会分骨 就像我们吃那个烧鸡 斗鸡 它会烂掉 变成丝状 我们要做的这个麻椒鸡的话 它肯定是需要一块状 外面是熟透了 但是里面还嫩嫩的 所以我们用10分钟把它焖熟 原来让鸡肉保持鲜嫩的口感 不能一下子把鸡肉煮熟 而是用锅里的余温把鸡肉焖熟 这一招学会了吧 那趁着鸡子焖至的时间 接下来就让我们见识一下 嘉宾处理配菜时的小窍门 我们现在水开了 关火 下入芹菜 要关火下入啊 对 这样它只是断一个生 然后不会显得特别的早 好 好 现在基本上差不多快10秒了 我们焯出芹菜 10秒钟就可以了 10秒钟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太多 太多的话就失去了那个脆的那个口感了 同时要保证它脆的口感还需要一步 那我们现在还需要一步是什么呢 凉水 凉水倒入浸透芹菜 让芹菜彻底降个温 这样一冷一热 芹菜特别的脆 还能保持颜色 是的 基本上现在差不多可以把它放入盘中 把它底了 我们看到其实原菜它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现在市场上有卖的这种朝天椒 我们把朝天椒首先第一步 要把它切碎 这个辣度是很高的 对 而且你要让它不能直接特别辣 还有一个窍门 就是切完了之后 不要先调 而是直接先拿盐 把它腌一下 用盐腌起来 对 会非常的鲜 掉出辣椒本身的那个鲜的那个回甘的那个味道 然后我们尽量可以用铲子这样子 把它夹到这个碗里 不要上手 毕竟是辣椒会很大 以免直接接触 这皮肥也不是很好 我们要先给辣椒提个鲜 刚刚说要加盐 但这个盐不要太多 因为我们一会还要加其他的调料 把盐加入其中 用筷子把它稍微的拌一下 这样让每一个辣椒都要沾上盐 对 然后稍微腌个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辣椒的处理原来也这么讲究 现在知道为什么在家调制料汁的时候 用了同样的东西 调制出来的味道却不一样了 一样的东西 但是细节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这个皮脆 你看它虽然里面这个骨头还是带血色 证明它里面是非常嫩的 过一下凉水 这鸡肉筋韧的口感就出来了 嘉宾说浸泡的时间不用太长 一两分钟就可以拿出来了 根据自己的喜好 把鸡肉改刀成块 就可以整齐地放入盘子里了 那这最后浇上麻椒汁就可以开吃了吧 别急 这接下来还有一步 就是这麻椒鸡出味的关键 麻椒 你闻上那种淡淡的清香味 这个麻度好高啊 有点像那个我吃火锅的时候 那个麻椒那个火锅底料 是那个东西 是吧 是的 我们可以直接把麻椒放在上面 用热油刺一下就够了 我们直接就可以撒在上面 如果是说你厨艺不高 我建议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入油中 煎一下 炸一下 倒进去 但如果对自己比较有信心 我们可以直接把麻椒放在上面 用热油刺一下就够了 先放入热 然后这个油温是高一些 还是要不是太高吗 要高一些 要高 对 如果是把麻椒放到里面 就小火的炸一下 如果是你要淋油的话 用油温一定要高一些 就是两种方式 这样才会香 对对对 这样才会香 你看像这会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了 油温已经不够了 热油温 哇 哇 那个麻味立马就出来了 这最后的鸡油真的是点睛之别 感觉麻辣鲜香的滋味 一下子就出来了 怎么样 这道美味做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吧 这做法确实简单又实用 我得回去试一试 这就立马就化了那种感觉的 要花吧 基本上放到这里面不用浇 就化了 水汤下饭 我要是你们有这个 喜欢药 我可以吃三碗米 三碗米 我们吃三四碗 三四碗 好的很 都是棒棒的 我去到个酒店那吃饭了 你赶上了 再来一会儿 你们一块我没有到完 那不如再要一份吧 住院在那一份 就这吃最香的 这道菜应该是所有荷兰人 都不会去 那我尝一尝 尝一尝 你也尝一尝 来来 你也尝一尝 尝一尝 天哪 这可以说是一个吃货的 极致幸福了吧 怎么样观众朋友 您看了心动不 福利时间到了 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广告后的节目 也非常的精彩 而且还有福利哦 这就立马就化了那种感觉的 要花吧 基本上放到嘴里面 不用浇 就化了 非常下饭 如果要是 你们有这个 喜欢要 我还是三碗米 三碗米 我能吃三四碗 三四碗 好的很 都是棒棒的 我去到个酒店那吃饭了 你赶上了 再来一会儿 你们一块我没有到完 那不如再要一份吧 这边在那一份 就这吃最香的 这个我看应该是所有河南人都不会去吃饭了 好 我们一起来几位 两位 两位在坐几边吧 两位 这味道也好好啊在这儿 刚刚看到一个东西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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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饭 都免费自己 那全部都免费了 这边都有 都在这放着 米饭 馒头 都在这儿 所以正在守护馒头 人都吃 这吃锅肉都行 是吗 随便吃在这儿 随便吃 咱那个大卫王家 怎么没过来啊 我吃了 我厉害 这边是凉菜是吗 凉菜 12块钱 一块西块 吃还都可以 刚进店 就被这里头的 优惠政策吸引了 不仅馒头米饭 落寞粥是免费的 凉菜也是12元自助 可以自己随意搭配 乘上满满一大盘 对于大卫王们来说 这个地方 应该是可以满足 自己的胃口了 不过光是菜品实惠 应该也不是这里 生意火爆的主要原因 据说在这家店 有一道菜 算是震店之宝 炒豆 入口即化 非而不腻 因为这一类 吃那种味道 口肉的味道是最好的 如果要是 有这个没点空 怎么要 我可以吃三万米 就是看着有点肥 但是一点都不腻 我去倒个九成的吃完了 再来一下了 再站在一会儿 你们说的东西又倒完了 那不如再要一份吧 特别好 男主人没倒 女同志叭叭的都倒完了 女都是煎肥的 不吃肥的 男生也 我们赖的 他们都吃完了 住院再来一份 美容养的 不腻 我来一肥的吃完 都不想再吃 这个吃的不腻 没错 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 扣碗条子肉 别看这家店菜品很多 但每桌 几乎都会有这道菜 有的桌子上 甚至会点两三碗条子肉 听到食客们 这么高的评价 我们也会忍不住 点上一份 看看这里的条子肉 究竟有没有这么神奇 女生我看到这道菜就比较泛碳 全是大肥肉 但既然是他家的 我印象里也没在高中 他都会加的牛肉 但是他这道也没有生 很多人都直接吃 超级的 从看你都能知道 瘦肉已经碎了 然后肥肉一进嘴里 就化开了 虽然看起来很肥 吃起来倒不是很腻的感觉 可能因为他上面撒一些香菜跟葱 然后会稍微解腻一点 包括下面还有一些梅菜 已经完全吸收了这个梅菜的味道 就拿来煮食 拿了两个大馒头 看看有光出来的 感觉吃完面再微笑 满满的胶原蛋白 这种做的出 我看这馒头真的是 带着那个汁 然后再进到那个馒头里面 太完美了 说到梅菜扣肉 这应该算是河南人 最熟悉不过的一道菜了 不过许多人看到这道菜 往往会望而却步 害怕会有肥腻的口感 而这家店的梅菜扣肉 却依靠它的软烂入味 一扫肥肉的油腻 即使软烂 但依然能保持完整的形状 看来在条子肉的处理上 师傅们应该用了不少心思 这个无耳肉实在 都是老家里那个兔猪肉 每天从来老家运过来 看这个肉了 都是分蹭死了 一个猪肉它都是没多大会儿 其他的地方都基本上都不能有 所以像这些肉 基本上都搭掉了 都不要 能看 看这肉知道没 这厚度 就是搭到这种厚度 太厚了 猪烂的肉厚度不够 太厚了猪烂的肉 也都不幸好 为了保持五花肉 肥瘦均匀的口感 每次买来的五花肉 师傅都要把它修成四方块 多余的瘦肉要全部剃掉 在锅中先煮后炸 才能切片 离开 这就是只有你有趣 让这烟籽喇子还是啥 酱油籽还是啥 都在这里头 就是其中这个调料 就如此咱最密集 这是咱这个高汤 这是提香味嘛 香味 抢后起来凉 作时 routine 黑黄 policing 一会儿蒸着 Kathryn 老少控制 瘦 manif 让这女的吃了也不容易胖 争手了 这又来都基本上都蒸出来了 我没怕我有点香 吃到一次香凉子 条子肉在入锅前 必须经过师傅秘制的调料腌制 而这里秘制的调料中 点睛之笔就是一盆熬好的高汤 有着它的加持 才能让这里的条子肉味道更加鲜美 和其他扣尔不同 条子肉必须提前一天备料 花费的时间也是最久的 当时成为这个肉扣干了 薄了个粉了 它都不够 这个肉比较是火也都焖也 这个焖菜辣 把我这个肉的香味辣 把我肉的口干辣 吃得比较刺吧 一唱这个肉一咳得紧 刚出锅的条子肉 带着梅菜的清香味 无论是单吃还是家饼 都是一道非常过瘾的硬菜 不过来这儿吃饭 除了这道硬盒的招牌 还有一样也非常受大家欢迎 这个它是鱼 它是鱼 外胶里的这个鱼肉特别鲜 你说是外胶 你那种感觉 原来好像我没吃过这一天 我没吃过了没那样 味道很新鲜 它这鱼肉的主要的味道 全不尽到里边了 都有这个味道 经常在外面吃饭嘛 然后平时吃成一口 立马就能尝出来 这味道新鲜不尽 非常新鲜食材 这是太安语吧 对太安语 我这看着跟那种 孤暴鸡零样 把这切成块儿了 一块儿吃起来就不别脆 不别焦 然后但是鞋身那种甜嫩的都好 里面是很嫩的鱼肉 然后外面包裹了一层 坚硬的盔甲 一般它泡在这个汤里面 但是你吃起来 它还是那种焦焦脆脆的感觉 这个味道挺够杂的感觉 就是能吃到各种味 最明显的是麻味 然后其次是纳味 有一点点酸 有点像以前吃的那种 胡辣鱼的感觉 泰安鱼这道菜 对于爱吃川菜的小伙伴来说